白冠妈妈低头观察了一番孩子后,就突然着向个子小的孩子,小白冠被吓坏了,在她的不停挣扎下,白冠妈妈终于放开了她,她赶紧躲进兄弟中间去了,小白冠们把她紧紧的护在中间。 半小时后,本以为能躲过挨打的小白冠又被白冠妈妈猛捉了一下,这时白冠妈妈又狠狠的把她往旁边拖拽,小白冠还不想就这样离开,她努力的想回到巢穴中间,可白冠妈妈又把她叼起。 直接扔到了巢穴边缘去了,她扑向白冠妈妈,似乎在祈求妈妈留下的,可白冠妈妈已经决定放弃弱小的她了。 白冠妈妈不断把孩子往边缘推去,接着叼起小白冠后又不舍得放下小白冠。 白冠妈妈再次叼起小白冠,把孩子悬在空中,很快白冠妈妈就把孩子扔地上去了。 白冠妈妈不是不爱孩子,为了提高孩子存活力,她只能舍弃身体较弱的孩子。